大家好 我是在美国赌场工作的疯婆子 今天是星期天 我刚下班 所以我今天在工作的时候可以穿这种运动服 因为有橄榄球赛 我今天发的游戏是Bahama Blackjack 一晚上超级的忙 但是你知道吗 今天我特别的开心 因为我赚了差不多超过500美金的小费 所以我今天在工作的时候 简直是充满了干劲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客人赢钱 所以说我特别的开心为他们 然后整个我的牌桌气氛都特别的好 然后我说话说的特别多 因为为他们高兴 所以说我嗓子还有点牙 我前两天带着我家孩子去参加了 就是我家大的他已经17岁了 他去参加了驾照文化课的电脑考试 然后他通过了 我特别为他开心 因为我家孩子他们特别的自立 我在这边没有上过学 所以说我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 尤其是我家大的现在要面临着选择大学 我能做的就是给他们选择一个好一点的高中 所以我家孩子学习方面全部都靠他们自己 我家这只公鸡真的 你知道吗我不说话他一声他都不坑 我好想把他一脚给他踢飞了 我家大的他 其实我家两个孩子学习都完全是靠自己 我家大的前两天他的SAT的成绩 就是美国高考的那种成绩也出来了 是1330分满分是1600分 这个属于还是不错的一个成绩 我真的是非常的为他高兴 因为不容易我的文化水平低 所以说他就全部都靠自己 我家小的呢我家女儿14岁 他现在课程全部都是A 他说只有体育课 他不太好 我说你就那么懒 怎么这么随我了 这个懒劲哈 但是呢我真的 非常的为他们感到骄傲 因为我在学习方面确实是帮不了他们什么 但是呢我家两个孩子真的是让我非常的省心 在学习方面 他每天自己起床去上学 然后放学自己完成作业 考试也是自己去准备 包括我家大的他的大学申请 都是他自己去咨询老师 现在他们休息的时候都不想跟我在一起了 都跟朋友跟同学们约着一起出去玩 你像我女儿昨天就跟同学跑出去 然后我家儿子也是 他要申请大学的论文都是跟同学一起完成 所以说 我也不知道他是真的在写论文还是假的 反正他在跟同学一起写 因为他们同学的英文肯定是 还有他的父母肯定是要比我强很多 不拍他们都不行 因为还没拍他们的声音都已经听到了 一只大鹅和他的三个小跟班 一只大鹅和他的三个小跟班 我现在在聊我的两个孩子 下次再聊你们 你说这多会抢劲 多会抢劲 养得这么肥 也不下蛋 大鹅 大鹅 你什么时候下蛋 什么时候下蛋 大肥鹅和大肥鸭子 他们超可爱 嗓门贼老大 比我的嗓门还大 我在工作的时候 每一次需要兑换超过一百美金 我们都是要让大声的喊出来说 比如说Change 100 要很大声 然后让主管过来看一下 就是确认一下 然后你再给客人 所以我因为夜班不是很忙的时候就很安静 然后我嗓了一嗓子 大家都在瞅我 我觉得有的时候就你大声的说出来 反而是对你的英文很有帮助 我在工作当中就像就是非常享受 这个过程 因为真的是让我得到的非常的多 我还是那一句话 其实在赌场工作真的不要小看它是一个服务行业 但是如果对于我们新移民来说 它真的可以让你的英文得到很大的提升 还有学到新的技能 其实我们三言两语都离不开生活 还有工作 还有孩子 我觉得在工作当中 赌场这份工作真的 我非常的感激 因为什么呢 他让我学到了我以前学不到的东西 而且让我觉得我走到哪里 我都有工作 都可以找到一份工作的那种安稳的感觉 然后我家孩子呢 我非常的感谢他们 他们虽然有的时候跟我顶嘴把我气得直冒烟 你知道吗 头顶直冒烟 但是呢 从内心来说的话 我真的非常的感激 虽然他们也会犯一些错误 比如说跟同学吵架 当时我家大的在初中的时候跟同学吵架 然后老师把我叫到学校去 仅此一次而已 但是呢 他也从中学到了很多 所以我的同事他也跟我说就是他的孩子会在学校惹一些麻烦 所以这就是成长的一个经历 有一个过程吧 然后在工作当中呢 我真的好的坏的 其实你说坏的东西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心情会不好呀 或者是压力太大 比如说客人态度不好 对吧 因为输钱或者是有的时候不管怎么样 他就挑三卷四的 但是今天我就跟一个客人开玩笑 他就跟我说 他说哎你知道吗 我好久没有 他因为他也总是压赌注赢那个奖励 他说我好久没有赢了 我说那怎么办 我说要不然你换一张牌桌 是不是错了这个牌桌不对 因为发行员是不能换的 然后他说我真逗 其实有的时候我就是让他们知道说那我也没办法 要么你就换一张牌桌 他换一张牌桌 去试了一下 其实有的时候当你在输钱的时候你赢了一些 然后开始输的话那你就回家对吧 然后下次再来也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一直想翻本的话 有的时候可能越输越多 所以说在赌场玩就是这样起起落落 如果赢钱就走那真的是赢钱 但是如果你赢钱不走 那真的有的时候其实我客人赢钱了 我说他我说你赶紧回家 或者是有的客人都不用我说 他就兑换完大额的筹码 他就走了 我说你真聪明 对吧 我就非常为他们高兴 因为作为我们发牌员来说的话 这个钱赌场 如果他输了钱的话是赌场进账 而不是进到我们的腰包对吧 因为只有客人赢钱 我们才能得到小费 所以我一直都跟客人说我们是一组的 我们是一个队的 你们赢我们才能赢 所以我们发牌员都是发自内心的希望客人赢 客人有的时候说真的不给小费 但是他偶尔给一次 比如说一块两块或者是几块钱 我们真的超级的开心 因为是你对我们工作的一个认可 因为有的客人你知道吗 他我们发了七八个小时的牌 一分钱小费都没有 但是他随手就叫了一杯水 一瓶水他就给一块钱或者两块钱 那作为我们发牌员看在眼里的话 对吧 我们我们是什么心强 因为我们就是靠这个小费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非常的感激客人对我们工作的一个认可 你像我今天赚了五百多块钱 我都觉得哇天哪我太开心了 我们整个牌桌的气氛都超级的好 然后大家都特别的开心 所以我真的希望客人多多的赢钱 然后我们也多赚小费 今天本来想夸我们家孩子两句的 结果呢 你看这大鹅 嘎啦嘎啦的 还是我家的小羊儿比较乖 你看就在那默默的吃草 哈哈哈 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视频内容 跟大家说一下我家孩子们学习真的是让我非常的省心 我是非常幸运 因为毕竟我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 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担心孩子在没有父亲的照顾下 他们会变得比较孤僻 但是我家孩子性格都很开朗 我真的很感谢上帝对我们的眷顾 有的时候看着我家两个孩子 我都总是想亲亲他们 孩子们长得太快了 我心怀感激的生活每一天 也希望大家都有美满幸福的生活 其实我觉得你只要知足健康快乐 爱自己更多一些 对吧 我们下期视频见哦 我爱你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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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